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是用两种颜色间隔 然后旁边的这个花边我改了一下 那如果你喜欢这种狗牙边的话也可以 今天呢我们就以这个为准来看一下 今天这种长方形的这种垫子该怎么织 那这个呢我也是用两根磅针 五股牛奶棉配10号的钢针来织的 然后这个花边要用勾针 其他的就是基础工具 现在咱们开始来织 我们也是先打个活结 把咱们的磅针穿过去 如果你看过我们的上一集 正方形织片的编织的话 那么来编织今天的这个呢 就会很简单 我们这个长方形呢 就是比正方形呢 要多一部分 我们这个长方形呢 是分四部分 给大家来讲的 四块先我们织出来呢 也是这样一个三角形 然后第二部分是中间的这个平行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 第三部分是这一边的三角形 第四部分是这个花边 那其实它的编织 就是这个一开始的这个三角形 跟最后的这个三角形的 它的织法跟我们上一集的正方形的织法是一样的 它就是多了一个中间的这种平行四边形的编织 好 那我们就先来这个起针 我们这个起针呢 跟正方形一样 只要起一针就可以 这个就起一针就可以 那现在咱们就开始第一行编织 好 用咱们的右针放到支线下面 以支上针的方式穿过这个线圈 然后呢 支线在右针上闹一圈 相当于在右边呢 加了一针 好 然后咱们再去 把这一针支上针把它支掉 好 然后翻过来 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加了一针 就由一开始的一针 加到现在有两针了 所以接下来的每一行的织法 就跟刚才第一行是一样的 每一次都是右针放到支线下面 以支上针的方式穿过第一针 好 然后要记得支线在右针上这样闹一圈 相当于在右边加了一针 加了针之后 然后我们就去正常的编织 每一针都支上针 后面呢 就一直的重复这个方法 每支一行呢 就会多加了一针 就这样一直的支 好 我们就这样一直的支 这个颜色间隔呢 大家就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喜欢来 我是在最后一行来去间隔的 好 我们就这样一直的支 我们现在支出来呢 就是这样一直的支出来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部分 好 如果用正方形来看的话呢 就是 这个部分 就是这一半 大家就这样一直的往上支 往上一直支 就会支出这样一个三角形的样子出来 我这里呢 已经加到了自己需要的一个宽度 那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您是要那个换线的话 那换线之前一定要先确保一下 我们现在磅帧上的总帧数是单速帧 因为我们起的就是一帧也是单速帧嘛 那么两边同时加帧 那么所以两边如果平衡的话 所以最后这个总帧数也应该是单速帧 好 我这里已经加到31帧了 如果您是要换线的话 我们怎么换线呢 好 咱们把这个新的支线放在这上面 同样用我们的右针放到支线下面穿过第一针 好 这里呢 也是要加一针 然后就去正常的编织 看到没有 就这样换过去 这样就成功的换线 这样就去支一行 然后支完一行之后 又支回来 这样就完成一个来回 如果你只是想间隔这样一条线的话 你就一个来回就可以 然后又把底下阻塞线拿起来支 这里呢就不换线了 我们就继续的去 往后面编织 那么这里呢 第一部分就等于是全部已经支完了 就已经支完了 那么支完的呢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 长方形的这个角 这个三角形部分 第一部分就讲完了 那现在我们来进入第二部分 支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 其实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好 那么支这一部分之前呢 同样的道理 也必须确保咱们的这个时候 磅帧上的总帧数是单数 而且要记住自己的帧数 我是31帧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二部分的第一行 第一行呢 咱们右帧放到支线的下面 好 跟前面一样 继续的加帧 这样就相当于加了一帧 对吧 好 那我在加帧的这一头 放个记号扣 说明这一边呢 是每次支到这边的时候 是要加帧的 这是第二部分第一行的支法 加了一帧之后 后面所有的帧数不加不减 全部支上帧 第一行支完 翻转来到第二行 那么第二部分的第二行呢 那现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要减帧 右帧也是放到支线下面 咱们同时调起第一帧和第二帧 以支上帧的方式 调起这两帧 这两帧同时支一个上帧 所以我们看呢 就把这两帧变成了一帧 对不对 那这一边呢 就是减帧 那么减完了这一帧之后 后面剩下的所有的帧数 全部都是不加不减支上帧 这就是第二部分 第二行的支法 那这一行支完之后 我们又翻过来 又来到这一边 有记号扣的这边 说明这一行呢 咱们在右边一开始 又要加帧 加完帧之后 后面不加不减 全部支上帧 然后又反过来到这一边 这一边呢 那么又是右边 一开始要减一帧 减完帧 后面就不加不减 全部支上帧 也就是说 我们中间这一部分 平行四边形的支法 就是不断的重复 刚才第一行和第二行的支法 到这边的时候就是加帧 到这边的时候就是减帧 大家明白了吗 好 那这样一加一减 我们的总帧数就一直会是不变的 所以大家呢 用这种方法把第二部分 平行四边形支完 就一直的支 知道你需要的这个 这个垫子的一个宽度 然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第三部分 这一部分了 已经知道了自己想要的长度 那这一条边长呢 就是咱们这个正方形的 这个长的长度 大家知道自己需要的长度 就可以停下来 然后我这个换线呢 就是在这个 现在准备来收帧的这个地方 我就开始换线 好 那么现在我们等于第二部分 这个平行四边形呢 已经支完了 现在我们支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支之前呢 大家也是一定要确保 现在总帧数是单数帧 而且一定是跟开始 你支平行四边形 之前的帧数是一样多的 比如说我这里呢 又回到了三十一帧 这样呢 才表示咱们是没有支错的 而且呢 如果你没有支错的话 我们这个支线呢 应该回到了 有记号扣的这一边 好的 那现在开始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的第一行 它的支法呢 也特别简单 现在咱们就是 每一行 从这个第一行开始 就是在 在最开始的地方 就是把第一帧 第二帧 并为一帧 剩下的帧数 就全部 不加不减 全部支上帧 然后这个第三部分 每一行的支法 都跟这第一行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完全一样 也就是每一行 现在咱们都是在 一开始的地方 减一帧 好 比如说这样 大家支过来 支完了第一行 翻过来第二行 然后又是把 一开始的两帧 并为一帧 剩下的不加不减 全部支上帧 然后翻过来第三行 好 跟第二行 又是一样的 开始减完帧之后 剩下不加不减 全部支上帧 也就是这一部分 后面每一行的支法 都跟我们这里讲的 第一行都是一样的 大家就这样 一直的收收收 收到只剩下一帧 的时候我们回来 收到只剩下三帧了 然后我们继续 要一直收到只剩下一帧 剩下两帧了 然后我们最后再收一次 收一次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不喜欢 那个加花边的话呢 那我们就继成这样一个 地垫也是可以的 这个地方因为在继的时候 受这个重力的影响 拉扯 所以这里呢会有点变形 大家继完之后可以 这样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好 那如果你要继花边的话 勾花边的话也可以 如果想勾上一集的那种 狗牙花边 大家就去看一下 我们上一集的教程 那这里呢 我们来继今天的这种花边 今天这种花边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组色线 这里呢就可以不用断线 直接这样去勾就可以了 直接这样去勾 那因为我们如果用配色线 如果你用了配色线的话呢 像这样的这样勾过来 一般是会这样 那么你配色线大概也会是到这个地方 也会到这个地方 好的 那我们这里来看一下 怎么开始 这里 已经 可以了 我们现在的路针点呢 就是 我们这里不是 每一条这样的斜纹吗 那么对应的都会 这里呢可以找到一个 针角的地方 大家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每一条线对应的都有一针 四条边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大概的穿一针 这样穿一针 每一个条纹 咱们 取一针就可以 不用取的太多 好 看一下这个怎么织 第一个 第一针里面 咱们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咱们是 一 二 三 三个辫子起的针 接下来咱们 勾针到线 接下来咱们要怎么穿呢 我们要从这个短针 穿这个短针的那一半针 穿过它一根线 然后再穿到这里面 我们要在这里面呢 勾出三个 一 二 三 我们要在这里面勾出三个 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勾线一次带过所有线圈 再勾一个锁针 这就是一个小球球 接下来呢 咱们这里可以空一针 好 空一针 在下一针里面勾一个短针 这样呢 就是一个小球球了 好 勾完了这个之后 我们 接下来 下一针也是一个短针 如果你想间隔的密一点 你现在也可以 再去勾一个小球球 也就是中间只间隔的一针 好 那我这里是间隔两针 再下一针勾一个短针 所以中间我是间隔的两个短针 再来勾下一个小球球 这个小球球的勾法呢 都是一个枣形针 三个辫子起地针 勾针落线 在这里同时勾出三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就是像这样呢 要拉线三次 然后勾线一次带过所有线圈 再勾一个锁针 好 然后又空一针 在这里勾 那如果你是要换线的话呢 你第二个球球的时候 你就可以换配色线 勾出来呢 就会是我们这一款的这个效果 这个就看自己的喜欢 好 就看自己喜欢 我们就重复这种方法 把这个 这一周 这一圈呢 全部勾完 这里呢 换了另一种颜色的线来勾这个花边 大家记住呢 我们勾到这个四个转角的时候 我们这个 每个转角里面 咱们是勾三个短针 就是在同一个洞里面 要勾三个短针 这样的这个转角呢 会比较好看一点 好 三个短针勾完之后 然后就去进入下一针里面 接下来你就可以正常的去勾了 已经勾到最后了 整个这一圈呢 也全部都勾完了 勾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 一开始的 第一个短针的这个地方 去引拔结束 咱们勾个引拔针 把线拉长剪断 带到里面去隐藏 这样的这个地垫 或者坐垫呢 咱们就是这样 Go 好